這件事情不是非法的 所以我覺得那是他個人自己的可能生活習慣 就是我覺得大家也不需要那麼的去抨擊他說他在這件事 因為他平常的工作可能是 喔啦啦隊帶給大家正能量 可是他可能私底下 他覺得這樣是他的放鬆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需要太過於這麼放大去檢視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我有看到最近他就是抽菸的那個新聞 被傳的沸沸揚揚的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是非法的 所以我覺得那是他個人自己的可能生活習慣 就是我覺得大家也不需要那麼的去抨擊他說他在這件事 因為他平常的工作可能是 喔啦啦隊帶給大家正能量 可是他可能私底下 他覺得這樣是他的放鬆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需要太過於這麼放大去檢視這件事情 最近剛好說自己的那個MV11年前拍的1加1被翻出來了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造型 只能說小時候很不會化妝 對然後就是不知道怎麼會發現 大家會發現那個MV我自己也是覺得蠻訝異的 就是最近在網路上 就是我很久以前有拍過梁靜如的1加1 然後最近有被網友翻出來他PO在低卡上面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有在看低卡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我自己有嚇到想說 網友好厲害啊這樣 然後但是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會被拿出來 就是媒體上面做宣傳這樣 那大家還有討論說 他們的零用錢有1萬5在10年前這樣非常多 有沒有看那個部分 就是大家誤會了 那個零用錢是我自己打工的薪水 對就是因為那時候我自己是平日有打一份工 假日也有打一份工 對所以就是其實我自己零用錢的部分 都是沒有跟家裡拿 都是我自己打工 所以我才會想說 就是他的零用錢的意思 應該是我自己平常能花費的費用 嗯 對 對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國藝 哈囉大家好我是郭舒瑤 哈囉大家好我是依依潔 一ichtig 裡耶 你一直覺得 樹群座跟水瓶座應該滿不合的 真的嗎 grande 看什麼屁 快聽去ijn ass 快了 ok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